跟我相处过的我的长官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认真和不责的态度 那有任何的责任的话我绝对不会回避 蔡英文总统任内断交九国台湾只剩13个邦交国 为了拓展国际空间外交政策似乎出现转变 愿意接受友邦在两岸之间双重承认 我们是没有排除任何的这个状况 那有任何的国家希望能够跟我们提升我们的关系 不管是政治的关系外交的关系或者是说经贸文化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思考来研究看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 美国在台协会AIT声明美方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与台湾往来 但也不能因为交心朋友忽略老朋友 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4月就要总统大选 就怕万一政党轮替挺台湾方针因此偏离 我们跟巴拉圭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有问题的 反对党的候选人虽然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有提出一些说要检讨他们外交关系的这些话语 可是在上上个礼拜 有巴拉圭的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到台湾来 也跟我们说明说那个不是他们政党的这个政策 发言听起来斩钉截铁 吴钊燮的小动作仍然泄露心情 整场记者会都捏着转着手上的笔 我刚刚说一个来一个一个一个来 结果你过了两个你要我回答哪一个 变脸显现庞大压力 毕竟纵使有理念相近国家撑腰 就官方正式关系而言 台湾的外交处境依然紧迫 董森新闻 董讯中生李立坚台北报道